嗨,大家好,这里是小欧老师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关于三只小猪 它们呀,分别叫小笨,小齐,小慧 小笨呢,是老妖,也就是年纪最小的那一个 小齐呢,是排名第二的小猪 也就是比小笨大一点点的那只小猪 小慧呢,是年纪最长的小猪 也就是这三只小猪中的老大 今天的故事主角呢,就是这三只小猪啦 那故事的起因呢,是三只小猪,小笨,小齐,小慧 它们需要造建自己的房子 但是呢,它们有不一样的造建房子的方式 首先第一只小猪,小笨呢 它首先找到了自己房屋附近的稻草堆 它呢,用稻草造建了自己的房子 第一只小猪,小笨呢 第一只小猪,小笨呢,它十分的懒惰 它就在自己家的附近呢,找到了一堆稻草 它从啊,这堆稻草中尝试找到一些材料 能够使它造成一座美好的房子 也就是我们的稻草屋 然而第二只小猪,小齐呢 它比小笨要稍微勤劳一点点 也更聪明一点点 于是呢,它找到了一个木头堆 然后用木头造建了自己的房子 然后我们的第三只小猪,小慧呢 不愧是我们这三只小猪中的老大 它比前面两只小猪都要更聪明 更用心一些 一直都在想办法 如何能够造建一所房子 让它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呢 于是它找到了非常有用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砖块 于是呢,它用砖块造建了这座石头砖块房 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只大灰狼 哦! 于是呢,这只大灰狼看到了我们第一只小笨 小猪的稻草屋 于是,它吹了一口仙气 结果,我们的第一只小猪 本来它高高兴兴地躲在这个房间里的 马上,这个房子就灰飞湮灭了 于是,小猪小笨马上跑到了 它的大哥家里的房子里面去 于是呢,大灰狼 它又朝第二只小猪 也就是我们的小奇小猪 的木头屋狂吹了一口气 果然不出所料 第二只小猪小奇的房屋 也被吹得四零八伞的 七零八落的 轻松地吹倒了它 然而,第二只小猪和第三只小猪 不得不马上来到我们第三只小猪的房间里 于是,大灰狼最后 卯足了全身力气 用力地朝着我们的第三个房屋里 猛吹了一口气 可惜,大灰狼无论怎么吹 都没有办法将我们第三只小猪的 这个砖头屋给吹倒 于是,大灰狼最终无法进入砖块屋 最终三只小猪在这个屋子里面 得以安全地生存了下来 故事的最后呢 三只小猪终于在老大 也就是我们的小贵小猪的砖头屋里面 安全地与幸福地一起生活了下去 也正是因为第三只小猪的砖头屋 保护了它们免受大灰狼的伤害 感谢观看